主席 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官員 大家午安 我想還是請主委 有請出主委 主委員好 主委辛苦了 不會 您的報告裡面最後一個部分 談到科技部的組織 我了解科技部的組織法 事實上是在您到任之前就定案了 是不是這樣 未來科技部的體系到底是怎麼樣 從中央到地方是怎麼樣的體系 我跟委員報告 從我接任的時候的科技部組織法 到現在可能有兩個部分是有所調整的 第一個部分就是 在一個月前左右 行政院副院長 將副院長召開一個協調會 那個協調會後來也報院長了 就是希望 和安署 原來是科技部底下的一個單位 將來能夠變成一個三級獨立機關 也就是行政院底下的一個三級獨立機關 就是分開來 就像是非安會那種獨立機關 是分開來 那將來因為現在如果要去調整它 它就牽制到行政院組織法 那個就牽一法動全身 那將來是不是因為國際的種種的需要 而要做調整 因為現在國際上可能有十個是二級機關 八個是三級機關 將來如果趨勢更明顯 IAEA如果有更明顯的方向的話 再去做可能的調整 第二個調整的方向就是很多委員 關心到科技預算的審查 那在七月份召開的第一次科技匯報 院長行政院長也才是說 將來科技預算的審查的初審 還是由科技部去審 那初審完了以後 一個大框架的結構提到科技匯報去做確認 那這樣子相當委員也減少了疑慮 跟您報告 是我想這個是一個重點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既然中央有設科技部 地方要不要科技区 這個沒有去思考過用狀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 他說很多地方有產業發展局 有一點類似了 這是科技部非常奇怪的一個地方 你像這個環保署 地方有環保局 農業部或者是農委會 地方有農業局 那麼科技部呢 底下沒有局 當然我們知道嘛 科技其實是很多不同領域的 你有生物科技 有農業 有其他的環保等等 都有各種不同科技 所以本來科技部的設計 應該是科技委員會是協調整合 是比較恰當的 當然我們知道 我們立法院是做了這個決定 那麼有委員支持 而且堅持要設科技部 但是科技部這種的格局呢 就變成是他是科技資源的總分派者 所以其實是不合理的 這是不合理的 那麼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剛剛提到的 原子能委員會 它是一個監督單位對不對 對 是 可是呢 經濟能源部裡面有 也是有 也有原子能委員會的 這個中山科學院的 那一批研究這個科學的 照理他應該到科技研究啊 結果他到經濟能源去了 那如果這個能源的問題 比如說特別 對不起 核能的問題 核能安全的問題 是一個國家重大的事情 台灣也不無這個高度的風險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核能的安全呢 放在一個布底下呢 這是也違反一般行政的一個 一個體制的設計的原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 要有獨立的這種機關 比如說甚至像美國的這個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O 它反而是在國會裡頭啊 負責監督 意思就是說它應該是公正超然獨立的 所以呢 我是支持剛剛主委提到的 應該是有一個分立的一個系統啊 讓它能夠發揮作用 否則它在部底下呢 如果部長是有定見 那麼請問核安怎麼做決定 我覺得就會失去它的超然性 那麼部的設計呢 也有失去它的協調整合的一個 這個必要性 那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這個問題就是 預算跟政策 科技政策誰決定 不是你們決定啊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部分啊 可能在將來行政院裡面 必須要去做一些溝通 好 我想這個部分呢 就純粹是建議的 但是另外呢 我想 中科事期二林園區的事前呢 也請這個楊局長 也請您一塊兒 那我非常謝謝您 又請局長 好謝謝主席 您的這個 算是把這個方向啦 轉變了 變成一個精密科學園區 這個案子呢 主委是非常有擔當 也非常有看法 那我想您這個經驗呢 有沒有一點可以 簡要的幫我們分享一下 我自己是覺得 台灣社會就是 不同的力量都很豐沛 但是呢 公民對話的機會比較少 是 所以其實我們在二林 在西州辦過幾場公聽會 雙方表 都是非常誠懇的呈現出 他們的價值 比較主張產業發展的說 他希望小孩子長大之後 能夠有一個產業 小孩子在附近做事 不要離鄉背井 那比較注重環保的農田的 他們也希望自己的家園和環境 能夠永續 這都是非常真誠的聲音 那我們這個案子 不是從零開始 不是從原點開始 我們已經走了一半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沒有辦法一百分 所以我們盡我們最大的力量 能夠促成不同的聲音 我想主委這個部分 處理得非常好 我們雖然不能是百分之半滿意 但至少是大多數人能夠接受了 包括地方的民意代表 還有環保人士 這種加強的對話溝通是非常重要 但是我們回歸到過去的歷史 我要想請問一下楊局長 這個二林園區 為什麼要規劃在這個地方 您當時的 現在把這個事情從頭到尾 因為這個案子大概有十幾年前 我就知道了 我也有參與一部分的審查 但是從十幾二十年前這個規劃 到現在做這麼大的一個轉變 您現在重新檢討當時的規劃 您有什麼樣的想法 跟委員報告 我想二林園區的選址 我們當時是由國科會 組成一個園區策略發展委員會 在中部地區根據各縣市政府 所提供的基地 我們依據一些指標 然後實地會刊 也找出了一些專家 學者當評選委員 經過評比之後來決定的 那當時是因為 我們二林園區 它的基地 這個土地取得非常容易 它的地點距離我們現在有中科 也非常的方便 而且在西部地區 這個可以講地理位置交通都很適當 同時這個地方政府也是非常的支持 因為這幾個原因之後 它重選的 那我想這一次我們朱主委這樣的一個 轉型的策略非常的成功 那目前我們在推動上 目前也得到了一些支持 那昨天我們已經跟水利會 這些幾個單位協調之後 用水計劃原則上也都支持 那目前只剩下 有一小部分的在工程技術 以及實際將來的這個農業用水調度的 經營管理方面有一些我們還要解決 那這個部分我們大家都有默契要繼續來溝通 我想這個案子應該是非常成功 我想這個案子其實是值得我們重新再把它檢視過一次 就是對於一個科學園區的規劃 到底我們學到了什麼樣的教訓 那如果方便 是不是可以請中科管理局把當年的規劃 評選的這一部分這個報告呢 讓我有一份的這個存底 我想了解一下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子 當時這個比較偏重於土地取得 就是這個土地的取得 但是呢你的土地取得的時候呢 現在我是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個土地的選擇的時候選到一個農業區的正中央 事實上我們沒有考慮到它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跟農產作業的一個影響 那麼選了這個地方呢 沒有水你再往東邊花20億再去搞個十幾公里的飲水工程 後來好不容易我們才採一個折衷方案 那接下來呢沒地方排水啊再花個六七十億 這個地點好嗎 所以呢我們當時設想的時候呢 只想說我土地取得比較容易地方贊成 我們就答應了 多謝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